就在这两天 听说有两架参加美韩联合军演的KF-16战斗机 向三八线附近的京畿道爆川市 各自雾投了四枚MK82炸弹 将地面炸出八个直径四五米 深度两三米的大坑 虽然现场画面显示爆炸相当猛烈 但如此地毯式轰炸却只有15人受伤 这不禁让很多网友心生疑惑 不是总宣传说一发155毫米的榴弹掉在足球场上 就能把半个足球场的人全都炸死吗 那为什么装药量多15倍的500磅大炸弹掉在居民区里 威力竟如此拉胯呢 为揭开谜团 我们就来一起研究妖物炮弹的真正威力到底如何 话音未落 有好事的同学就从床底下摸出一发M107高爆弹 只见此炮弹口径155毫米 重量42公斤 将装药倒出来称重为5.7公斤 为了进行科学实验 我们就先测量这5.7公斤TNT的杀伤力 给桶里插上雷管点燃导火索 无助耳朵蹲在旁边观看 发现爆炸瞬间膨胀的燃气急速推积周围的空气 产生了一道强健断面的纵波 也就是冲击波 这是超音速扩散的球面正击波 被波面扫过的空气温度密度和压力均顺时提高 压缩区内超过周围大气压的压力值 慧眼法向作用于冲击波扫过的人体表面 因而形成了超压伤害 为了计算超压大小 需要用到普通地面上TNT爆炸的超压公式 其中R代表对比距离 表示到爆心距离与炸药重量的立方根之比 经计算如果有人站在距炸药2.45米处 急波扫过瞬间 超压约0.8兆帕 作用在人体上的时间约为1毫秒 这段作用时间所累积的超压能量 和人体在200毫秒内受到0.1兆帕超压的累积能量相当 正好达到破坏内脏的致死程度 因此这个人如果没有任何防护 就可在2.45米处被急波崩死 但在真正的战场上 这个超压致死范围可忽略不计 原因是这5.7公斤装药 被密封在42公斤铁疙瘩里 爆炸能量主要用于形成高速破片 而冲击波的实际能量大约只相当于2公斤TNT 达到0.8兆帕的超压致死距离约为1.7米 但士兵的头盔和防弹衣又进一步减弱了伤害 因此就算炮弹在身旁爆炸 仅靠冲击波很难将其炸死 因此还需要研究破片杀伤范围 一般来说155炮弹爆炸后 会形成大约2000片4到30克的轻型破片 和大约2100片4到100克重量的有效破片 这些破片在空中的杀伤范围 就像一个边缘和中间下垂的圆盘 轴线就是炮弹的惯性弹道 照这样看来炮弹使用进炸引信空爆时 其地面的杀伤范围 似乎还不如使用冲击引信碰炸的杀伤范围大 但实际上碰炸引信由于存在引爆延迟时间 弹头是钻进土里才爆炸 而155炮弹会炸出直径约2米 深约1米5的弹坑 这就导致从坑里斜向飞出的弹片 会擦着附近士兵的头顶飞过 因此在真实战场上 常出现炮弹明明就在身边爆炸 但士兵却并无大碍炸完继续奔跑的画面 可见还是空爆的杀伤效果更好 而且有效杀伤半径 可用有效破片数量除四拍 再开根号求得 也就是大约13米 话虽如此 但是从我叔叔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经历看 越共的122毫米炮弹在身后数米处爆炸 它也只是被气浪推倒而已 站起来毫发无损 因此所谓一发炮弹掉在足球场 就能把半场的人全炸死 其实是天方夜谭 既然装要6公斤的炮弹 想炸死几个人都这么难 那么装要只有3到5公斤的响尾蛇导弹 又是如何确保机会敌击的呢 原来AIM-9H、L、M和X型导弹 都使用了连续赶战斗部 其构造就是将200根钛合金棒子头尾相连 折叠成圆筒 中间填充几公斤HMX尼龙炸药 再套个铝制外壳 一旦导弹启动进炸引信引爆中间的炸药 这些钛合金棒子 就会以大约1200米每秒的速度 向四周炸飞 由于它们头尾相连 会撑开形成半径达10米的金属环 其巨大的动能 可将敌机坚硬的骨架和发动机机侠瞬间切断 因此连续赶战斗部的击杀效率 令拉胯的普通炮弹望尘莫及 这些骨架和发动机器 不断用 不断用 再次骨架和发动机器 在骨架和发动机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